观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 欢迎您收看今天的节目 今天的节目是我和星哥两人一起为观众朋友们 一起来播报今天的最新新闻 那么今天我们首先看到的最新的消息来自于乔拜登 我们知道乔拜登昨天发表了一篇 关于在CNN的主播 还有现场观众的问答的环节当中 提到了关于中国的问题 那么今天我们来自于德国之声 还有来自于美国的知音的广播电台的联合的一个篇报道 这篇报道就说美国总统乔拜登说 美国必须要为人权发声 而中国将会为其践踏人权行为承担相应的后果 拜登星期二在访问威斯康辛州的密尔沃基市期间 出席了CNN主办的一个市民大会的电视节目 主要谈到他领导的新政府如何应对新冠病毒大流行 如何振兴美国的经济 期间他被问到了上个星期 与中国领导人习近平通话的一个情况 拜登回答说他向习近平表达了美国对中国人权问题的关注 对中国在香港新疆和台湾问题上的所作所为的密切关注 拜登在市民大会上试图向美国民众解释中国领导人 为何在人权等问题上采取严厉的控制措施 他说习近平的中心原则是必须要有一个统一的受到严格管控的中国 基于这一点他采取了那些行动 而且将其合理化 拜登说他在通话当中还表明了 如果美国总统不表达美国价值观的话 总统的位置就很难坐下去 他说我们会再对中国态度有影响力的联合国和其他机构 继续重新发挥人权发言人的或者是代言人的这样的一个角色 拜登说他也就是指的是习近平的 说他非常明白这一点 每个国家都有其文化规范 他们期望自己的领导人能够遵从相同的规范 拜登的这番话在社交媒体上受到一些美国的保守派人士的抨击 他们将拜登总统的这番话解读成他为中国领导人 钳制自由践踏人权的行为所辩护 拜登在星期二晚上的视频大会上还说 中国正很努力成为世界的领导者 但是只要他们的行为与基本人权背道而驰 他们就很难实现这一目标 美中两国元首上七一七三的晚间的这个通话 也被称之为很多人认为是乔拜登向习近平的一个拜年电话 因为那一天正好是中国的大年三十 而那次通话之后 拜登在其推文当中谈到那次通话的一些要点 他说我还就北京的经济行为 人权侵犯以及威吓台湾的表示关切 我告诉他如果对美国人民有利 我会与中国合作 而中国国家媒体新华社则称呢 中美两国元首的在出席当天通话 互致新充的祝福 这本身就用含着所谓的善意与祝福 传递出了很多的积极信号 但只字未提拜登向习近平表达 对中国贸易不公平政策和践踏人权方面的关注 而今天我们也看到美国的白宫的发言人也表示说 说拜登表示说习近平将会为其践踏人权的行为 而要承担这样的一个后果 那么德国之声的媒体报道也是如此的口径 他们一致认为这是拜登在向习近平告诉习近平 你必须要承担后果 不过很多人都在有一个疑问 真的能够让习近平承担后果吗 那么习近平会在践踏人权的问题上付出什么样的一个代价呢 这个代价是我们可以看得到或者能够期许得到的吗 我们有请我们的新闻观察员 我们的新歌来给观众们点评 那么我们想请问的问题是 拜登的这个话能落到实处吗 真的可以让习近平为此而付出代价吗 有这种能力吗 美国 谢谢 好的谢谢马俊 谢谢今天在这里收看这档节目的朋友们 还是要祝大家新春快乐 因为毕竟是农历新年 农历的牛年 还是要给大家拜个年 关于拜登对华的政策 我想在中国的除夕之夜 拜登和中国主席习近平通电话 这应该是情理所致 毕竟这是两个大国 而两个大国只有在这个时候 双方都有一个台阶来互相打一个电话 而拜登给习近平的这个电话 也预示着中美之间的关系 恐怕在新的一届政府中 要开启一个新的历程 但是新的历程 我想拜登说的非常非常的明确 那就是中国一定要对 在中国实施的一系列政策 而带来的人权灾难 他要负责任 他要为此带来的后果 要付出代价 我想这个意见 拜登是非常明确的 向中国的国家主席习近平表达出来了 当然我们会观察到 在过去的四年中 中美之间除了贸易之外 对于人权整的一系列的问题 几乎已经成为两国外交政策 和外交相互博弈中的一个 一个之外的东西 在中美之间除了贸易上以外 可能上一届政府几乎把中国的人权问题 抛制在了两国之间重要外交关系之外 而现在我们看到的是 拜登政府又把人权的问题 拿到了自己对华政策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组成部分 我想这就是美国价值观的一个体现 也同时也是美国和盟国重新建立起来对付 正在崛起的中国专制的一个价值的共同点 因为在和西方的一些发达国家 民主国家只有基于人权 至于普世价值的这一个共同点 才能够和他的盟友们达成对待中国的一个统一的 这样的一条战线 我想这个目的已经非常明确的表达了 当然中国政府会是否能够基于或者看到 美国政府在明确的表达 有关这一方面的这个明确的意思以后 中国政府是否会有改变 我想现在的力度是完全不足以让中国去做改变 您觉得现在是拜登的这种讲话 包括美国现在的实力以及西方的这种力量 是无法改变习近平的既定政策 或者是他的这种践踏人权的行为 是不可能被撼动或改变的对吧 但是目前从目前我并没有看到 美国和西方的一些国家 他们统一的在人权问题上做一个统一的发生 而仅仅是部分的国家的领导人 而在零碎的一些时间里面 去讲到了中国的一些人权的问题 我想建立起一个统一的 一致对待中国人权问题的一个统一的一个做法 恐怕还要于一段时间 那么您整体上觉得这是一个会对拜登政府 以及西方的盟国持一种乐观的期望呢 还是您觉得未来的 我不乐观 我不乐观 我一点都不乐观 在这方面 在未来也不乐观吗 我觉得还是有待观察 因为毕竟中国强大的经济的能力 以及它的应该说 可能会给西方一些国家带来 非常厚实的这种利润来源的这么一个市场 非常容易打破西方国家所建立起来 毕竟各个国家都是议会制的国家 或者民主国家 为了本国的经济 恐怕这个在价值观而建起的这种同盟 是否能够那么坚实 我是持怀疑态度的 因为过去40年的这个经历 已经告诉我们这种的联盟 如果说没有一个强有力的这个国家 在推行和推动的话 其实是很难做到的 谢谢 谢谢我们的新歌 我们接下来呢 给观众朋友们带来的另外一则新闻呢 也来自于中国 是与中国的人口有关 我们知道中国目前依旧是世界上 人口最多的国家 那么生育率呢 也是在过去呢 持续不断的不断的攀高 根据我们现在所获得的最新的数据呢 中国在2020年的出生率呢 居然只有1000万 中国虽然自从2016年呢 全面实施了所谓的二胎政策 但是效果呢 未必理想 根据最新的数据显示呢 去年全国的新生人口只有1000万 同比大别 多达15% 也就是连续第四年在大幅度的下跌 分析人士认为呢 如果情况持续 中国很可能陷入呢 未复先老的空境 用优虑中国的生育率跌破了一个警戒水平 去年的新生人口 在新冠病毒疫情爆发的背景之下 同比大跌15% 也是2016年中国开放二胎政策以来 新生育婴儿数目连续第四年下跌 反映政策未能再有效的鼓励生育 广东的一个江门市的一个居民 梁小姐呢 从事饮食业 虽然年过30 但她仍未考虑婚姻问题 她在接受美国知音采访时表示呢 说教育成本高昂等社会因素 是她对生儿育语呢 有所顾忌 梁小姐还讲说 补课费 平常一个学期下来 最起码要十几个 而且现在的小学一个学期下来 换两次校服有两套 一年下来有四套 见不得光的就是捐款 疫情下 校方要求家长捐款 最不好的是呢 老师会拿他们的电款的来对比 看谁比谁捐的多 而有些孩子家里比较贫困的 那么就会在对孩子呢 在学校呢 造成某种异样歧视 间接对孩子造成心理的阴影 梁小姐讲呢 说她现在呢 在家忙于照顾弟弟的五岁儿子 她说用于侄子的教育和医疗开支 每月加起来多达数千元人民币 她望而生畏 而同时呢 中国的高房价呢 也被指称的是极度的影响到了 生儿育语的计划 人们在想 这简直是一个难以解决的问题 或难以高攀的问题 同时呢 一些学者认为呢 去年的人数出身呢 大约这样的一个数字呢 是让很多人都非常震惊和惊讶的 那么未来的中国这样的一个生育率 而虽然2016年解除了限制 但是人们依旧不愿意去生 也有一些地方的要求 如果你不生两胎就要罚款 的一个奇葩的政策 和过去你要是生两胎要罚款 而现在是不生两胎要罚款 也就是说你没有生育多子女的自由 同时你也没有少生子女的自由 这在人类的历史上 恐怕都是独奇一枝 从未见过 但是就是在这样的一个社会当中 人们依旧因为高房价 孩子的教育的高成本 等等方方面面的原因呢 而不再生育自己的子女 像类似这样的一个情况 未老系 未父先老的这样的一个国度 那么未来也有很多人说 何愁这个国家 那么很多人都非常发愁 这个国家的未来 会变成一个什么样的一个境况 包括经济的发达呀 经济的发展呀 很多人都认为呢 虽然说中国后劲很足 但是在人口方面 恐怕难以能够解决这些问题 包括我们知道刚才的新闻当中 拜登呢也是提到呢 中国正在遇到的就是低出生率的 未富先老的这样的一个共进 那我想请我问我们的新科 您觉得中国的这个未富先老 这个问题严重吗 严重到了一个什么样的程度呢 实际这个问题已经非常严重 本身中国所实行的 应该是在30年前就已经实行的 计划生意政策 而计划生意政策 从一开始制定到 这个所有的过程 我觉得这是在中国改革开放以后 改革开放以前 它其实就已经开始了计划 这个政策其实是中国 或者是1949年以后 最祸国殃民的一项政策 而这项政策被提出来被执行 仅仅是因为这个国家人口太多不好管 仅仅是因为这个国家人口太多 才造成这个国家的贫困 但是从来都没有从这个国家制度上 去反省造成这个国家贫困 贫穷落后的原因 然而由于计划生育的这种 祸国殃民的政策 使得现在我们可以看到 人口的再生产能力局级的下降 而这种的下降就是人为的造成的 但是这种下降是不可逆的 我相信在中国的很多的独立的学者 在20年前就已经提到了中国 由于计划生育政策 带来的人口比例失控 人口下降速度过快 人口再生产能力 可能不可逆的这种种种 都被已经提出来 然而在这个过程中 几十年的计划生育政策 而带来的利益团体 他们在这个方面获得了巨额的财富 使得改变这项政策 确实是非常的难 而在中国的城市里 你会看到 我想这些在教育部门 关于学校安配置上 你会发现 在中国的大中城市 基本上出现了中小学 义务教育的学校 在并校这种学校 学校是越来越少 意味着生人越来越少 而沉重的城市的负担 使得人们生育第二胎的这种动能 大幅度的下降 我说这种的 就是说已经形成的人们 在脑海里已经形成的这种观念 其实是不可逆的 随着社会的发展 随着人们对生活未来的这种负担的 这种可预期 使得生二胎的这个欲望 就更加下降 像我也看到这个数字 在2020年的新山的人口的出生率 只有出生的总数只有103万人 而在去年的这个数字 可能大概是在1400万 而仅仅是一年的这个时间 就大概400万的人口 就是在自然生产的情况下 就已经消失了 我相信可能在未来 这个数字还会下降 这个数字是非常可怕的 我想在宁静的 应该是一个多月前的 有一台节目中 有一位专门做人口研究的 这么一个学者 他就已经 他其实已经做了20多年的 这个人口研究 对于中国人口所产生的 这种人口增长的 或者说人口再生产的 这种不可逆的这种结果 而给这个国家带来 最终可能的 甚至种族性的人种 这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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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一个 一个急需的这个下降 而带来的这种人口的再生产 都会带来很大的麻烦 至于未老或者说叫先衰 或者说是未富先老 我觉得这都不是都不重要 这都不重要 重要的是这个国家 这个整体的人口的再生产能力 下降了 但是这里也有一个说法 很多人是说啊 包括一些中国的一些学者认为 这有利于是一个什么呢 是中国会未来成为AR技术 人工智能技术 包括实时的机器人方面 那么有更大的一个市场 那么这种说法 您觉得是合理的吗 我觉得是非常荒谬 这个现实中的自然的 这些人人口大量的下降 而造成整个社会的问题 不去考虑 反而是用什么人工智能来代替人 我觉得这个想法就如多 这个社会上就要几个人就行了 以后全部用技术 用机器人来代替就可以了 那么要人还干什么 也就是说这是一个 非常荒谬的一个想法 违背人性的一个说法 对 好的 谢谢我们的新歌 接下来呢 我们给观众朋友们 带来的下一则新闻呢 是以中国最细习近平所宣布了 针对中国的海警船只 是列入到可以使用武力 安装武器 也就是进攻性武器 和防卫武器并举的 这样的一个状态 那么很多人一直都在观察和寻求日本 什么时候可以有自己的一个态度 因为这个海警船主要的目标呢 除了东南亚的这些弱国之外呢 更重要的是关于钓鱼岛 而今天的日本政府终于发出了自己的声音 这个声音也被称之为呢 是日本绝不屈服的一个表现 还有很多人说 这实质上是美国的盟国的强大的支持之下 那么日本的菅义委终于做出了一个最新的一个举动 而这个消息呢 也是在半个小时之前 我们刚刚获得的最新消息 那么日本的高级防卫官员今天就表示说呢 不排除在尖阁诸岛周边的领海呢 使用武器 日本海上保安厅的长官澳岛高红呢 今天在记者会上说呢 鉴于容许中国海警局使用武器的海警法 1月于2021年1月1日实行 日本在尖阁诸岛 中国称之为的钓鱼岛周边的领海警备中呢 将在国际法容许的范围内呢 宗雄法律原则呢 不排除使用武器 中国本月的实施的海警法后呢 四艘中国海警船分别在前天和昨天呢 进入到了尖阁诸岛的海域 15日和16日两天 跟随日本渔船 在尖阁诸岛附近海域作业的石横市议员 中坚军呢 对媒体说 日本渔船15日下午进入尖阁诸岛领海之后 两艘中国海警船也尾随使入 对日本渔船的捕捞作业构成妨碍 他说中国海警船也曾接近拒致 距离这40到50米的地方 那不是能安全捕捞的一个环境 日本方面称 这两艘中国海警船在尖阁诸岛海域停留了 大约23个小时 而未来 那么今天的这样一个最新宣布 将会挑战中国在海警船方面 对钓鱼岛的这样的一个挑戏行为 那么日本所发出来的这样的一个呼声 也被一些国际观察人士认为呢 这实质上是日本明确的告诉中国 在钓鱼岛也就是日本称之为的尖阁诸岛方面 是绝不会后退的最新一个表态 也有很多人担心说呢 如果日本这样做的话 恐怕会伤及到日本的经济问题 或者是与中国的贸易问题 但是也有一些专家人士说呢 如果有美国以及澳大利亚 以及欧洲包括加拿大 还有日本韩国等国 如果一同站在一起 那么对日本将不会造成什么样影响 现在最担心的是 美国以及欧洲 是否真的愿意和日本 一起站在关于钓鱼岛的政策利益方面 在日本的一侧 那么这也是目前对建议委的一个考验 我想请教我们的新歌 我想请问您 您觉得美国会坚定的站在日本的身后吗 那么欧洲呢 会是怎样一个态度呢 当然这个美国在这个时候 一定会站在日本的后面的 因为对华的政策 是由一系列的政策 或者一系列的热点地区的热点问题 而反映出对华政策的 当然我还一直都认为 钓鱼岛这个事情是中日两国 随时都可以拿起来来调整中日两国关系的一个 一个创造性的一个问题 当两国在其他的问题谈不妥的时候 自然就会在钓鱼岛上 时时刻刻的用这个创造出来的问题 来使得两国重新整到谈判桌上的一个做法 这二十年一直都是这样 所以当两国静悄悄的时候 你就会发现中国会到钓鱼岛 或者说日本所说的尖阁珠岛的这个附近 去挑衅一下 而当这个中国一直都停留在某一个时段 不去或者是两国的关系 在静默期的时候 日本也会到尖阁珠岛派一艘军舰 或者派一艘渔船在附近游逸一下 使得两国又重新能够激起一个新的话题 或者激起一个新的局部性的热点问题 引起国际关系的关注 当这个时候拜登政府 新的美国政府上台了 而全球还在疫情的这个冲击下 人们对未来的方向还没有一个明确的一个说法 而中日之间的关系 好像也是停留在一个新的静默期 那么中国在这上面挑一些 或者创造出一些问题 日本也同时应付创造的问题 在应对一些问题的话 使得两国又有了可以做下来谈判的一个理由 我觉得尖阁诸岛或者是要这个钓鱼岛 就是两国能够相互找话的一个话题 谢谢 谢谢 我觉得您最后一句话点进 找话的一个话题 那么同时美国也会坚定的站在日本一侧 不过这些都是一个最新的一个表态 那么很多人是认为 看来日本是回避这些问题是没有办法 因为有一个咄咄逼人的习近平 正在向对外以及对内紧密的控制 而对外有利民族主义的方式在扩张当中 接下来我们给观众朋友们带来的下一则新闻 来自于卫报 卫报的最新一个新闻 也表明一件重大的美国的中东政策的 全盘的一个改变的新契机 或者一个新的信号 根据卫报的一篇报道说 拜登雄囚将沙塔拉伯王储 马哈曼的本萨勒曼排除在外 那么这个排除在外 很多人是认为 这实际上是美国并不乐见 特别是拜登政府不愿意乐见 这位人士 即未来掌握沙塔拉伯 当然目前还并没有表示出 对于这位王储未来掌权的疑虑 美国也并未表态他将会支持其他的任何的有利的竞争者 但是今天根据拜登政府已经表示 希望沙塔拉伯改变对美国的态度 并希望减少总统与该国事实上的统治者 穆罕默的本萨勒曼王储之间的直接接触 在与川普政府相比 这一立场标志着一个极其重大的变化 这位王储 指这样的一个变化 是这位曾经 那么川普政府是这位年轻的继承人 备受关注和称赞 尽管此人曾经对华盛顿邮报的记者 加马尔卡舒奇的谋杀案当中有重大的一个参与 并且目前的证据显示 他就是真正的下令者 不过当川普总统似乎并不在意这一点 反而全力以赴的提振了这位王储 在国际舞台的地位 并且全力以赴的支持他在野门战争 在中东地区的卡塔尔的断交风波 以及在对伊朗的强硬态度等等方面 那么都是我们知道的前总统 Donald Trump的坚定的支持者 Donald Trump也对他是另眼相看 尽管目前我们已经得到的最新消息指出 根据美国的情报官员正在准备 可能最早会在下周向国会发布一份解密后的报告 该报告将描述 沙特阿拉伯王储 哈曼德文萨拉曼是如何下令谋杀 这位华盛共同报告记者贾马尔卡夫奇的 如果此事那么真的最新的证据显示与其有关 我相信这位王储将会面对美国的各方面的制裁 而美国不可能与一位这样的人士有过多的交道 而这个王储如果失去了美国的支持 想必他也在中东地区是难以为继 很多观察人士认为美国的这样的一个做法 可能掀起沙特阿拉伯整个国内的一片政治巨浪 因为虎视眈眈的盯着这个王位的王子们多如牛毛 同时人们对这位王储的意向和态度 以及对他的管杆也都为极为的糟糕 那么很多人士认为这位王储本来就是一位得不配位之士 他在他的上台的这几年里不仅仅是谋删了卡书奇 并且发动了一个毫无任何正义可言的野门战争 那么也同时对于同事GCC 也就是海湾六国委员会的卡塔尔所进行的一次断交风波 还有他所支持的在国际上的其他的军事冲突当中 所扮演的角色都令人所不耻 所以呢 那么如果拜登政府在公布了这个王储的罪证之后 相信他的政治生涯也将告一段落的可能性会大幅度的增加 感谢我们的新歌感谢我们的观众朋友们 希望大家都能够给我们节目的点赞订阅和转发